妳真的會剪嗎 我不會啊 我第一次啊 我連我自己的頭髮都沒剪過 可是我覺得小孩子的應該可以啦 完了 我覺得好像剪太多 這樣子可以嗎 這是什麼 妳覺得這樣可以嗎 我覺得不太行 她沒有瀏海了 現在的Yuki三個半月大 從出生到現在沒有剪過頭髮 沒有剪過頭髮的Yuki 所以大家都說她炸毛 這可是我們的節作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現在炸毛的狀況 其實她剛出生的時候頭髮就很多了 可是現在又更長更長了 然後呢 超好笑 我每次去哪裡喔 就很多一些長輩或者同輩就說 欸 我們家的孫女一歲半 還沒有你們家頭髮多 她才三個半月這樣子 她滿月的時候也是因為疫情 我也就沒有帶她去剪毛 就這樣長著長著 也覺得好像滿好看的 不用剪毛 但是後來我上次回家的時候 我媽媽說就是 耳朵這邊的頭髮啊 都好像蓋到耳朵 然後現在天氣又熱不太舒服 而且她洗完澡之後 乾得比較慢的話她就容易感冒 對啊 所以我想說好吧 為了健康需求 還是來剪一下好了 可是我覺得她的炸毛很可愛耶 對啊 要看一下現在她這樣的頭髮 對啊 而且我從來沒有幫小baby剪過頭髮 妳居然就要在她頭上動刀 沒錯 所以我也在想說到底要怎麼剪 然後我們今天又準備了一個餐椅 登登 因為這個材質是可以洗的 然後我就在想說那這樣剪頭髮 我怕把它身上弄得到處都是嘛 所以我想說一個超好的方法 登登 蝴蝶衣 因為她的手就可以裹在裡面 對 就是她的身體不會碰到頭髮 手又可以裹在裡面 喔 你想表達什麼 你說不是要睡覺 為什麼要穿蝴蝶衣是不是 可是穿蝴蝶衣要怎麼在餐椅上 那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因為我也怕她手亂動亂動 去用到頭髮 欸 欸 蝴蝶衣要穿起來囉 要把你包住喔 喔喔喔喔 舒服 舒服 欸 她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妳真的知道等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嗎 她等一下會變漂亮呢 我來看看能不能坐在餐椅上 好嘞 好 我們要剪頭髮了唷 喔 好 這樣子她就不會碰到了 好 我要來剪囉 你看我還特地去買這個 專業剪刀 嘿嘿 這是專門剪小朋友的嗎 還是就是剪頭髮用的 這就是剪頭髮用的 我也可以剪你的頭髮 我手也剉了一下 這樣子以後可以省錢耶 可是到底要怎麼用我也搞不懂 你看我的拆封都還沒拆 Yuki也是第一次耶 安全就好啦 來 妳真的會剪嗎 我不會啊 我第一次啊 我連我自己的頭髮都沒剪過 可是我覺得小孩子應該可以啦 妳知道妳其實剪過我的頭髮嗎 在我大學的時候 好像有耶 大家可以看這張照片 好 我來試試看喔 好嘞 我想說我的設計的概念是 就是側邊要剪掉嘛 就是讓它不要熱 然後 喔喔喔喔喔喔喔 Yuki不喜歡這個風格喔 沒有啦 它喜歡啦 然後我要把它的炸毛 就剪到沒那麼炸 大概是今天的設計Style 喔喔 好 小Yuki不要亂動喔 啊啊啊啊啊 現在遇到一個困難 它坐在上面 它會一直垂下去對不對 對啊 它一直滑 我看到有些媽媽 嬰兒的頭髮都是躺著 不然躺著剪好了 好 好 她不開心 怎麼辦 客人不開心 有可能是蝴蝶衣太熱了 把它收掉了 有可能 大家應該很喜歡看到我崩潰的樣子 Yuki 你現在還好喔 好 我現在穿這個 等一下讓它坐在我這邊 對 你要把它用好喔 幫它亂動 很危險喔 我知道 好 很困難 來 好 好 來 我把她的手捆住 好 捆住 可以嗎 好 我要剪 第一刀下去了 第一刀 乖一點… 我幫你扶住她的頭 你們看 你們看 你讓她頭不要動啊 沒事… 你要抓到她的頭了 你要抓住她的頭 怎麼了 他幫你剪涼涼啊 你可以先剪這一側嗎 好 剪右邊這一側 這樣有看到嗎 可以… 哇 好長喔 欸 她頭髮很長耶 再來再來… 美髮師怎麼這麼難啊 小Yuki 你是最棒的 喔 好乖 好乖 來 好乖 好乖喔 來 來 最後一顆人 完了 我覺得好像剪太多 這樣子可以嗎 這是什麼 你覺得這樣可以嗎 我覺得不太行 她都沒有瀏海了 怎麼辦 然後這邊還多了一撮 好像等一下集中把這一撮剪掉 然後剩下的在這邊 這邊再修一下 哇 她現在最喜歡玩這個遊戲 提鏡子離開 我只要讓她玩這個遊戲 她就會安分一點 所以我先讓她玩一玩 等一下繼續講 一 二 三 她好開心喔 來 一 二 三 喔 你好厲害喔 撞到我了 可以剪頭髮了嗎 好 繼續剪頭髮喔 我們再繼續剪頭髮 開心喔 開心喔 笑了 笑了 我們要繼續剪頭髮囉 這是地上的狀態 一群胎毛 這是Round 1而已喔 然後我們現在來Round 2 希望Round 2就可以完全結束 Round 1來了 Round 1 Round 1 Round 1 Yuki講 這是什麼 Round 1 這是什麼 Round 1 喔 喔 這是什麼 這是紅鱗 沒有用 Round 1 Yuki講 這是什麼 來 看書看書 看書 Yuki講 看書看書 這個是紅鶴 這是鱷魚 這個是鱷魚 鱷魚叫什麼名字啊 鱷魚是鱷魚 對 對 鱷魚鱷魚 鱷魚住在哪裡啊 翻書 翻書 哇 Zebra Zebra 這是Moon 這是一個月亮 好可愛喔 我來看一下它Style怎麼樣 它現在好看嗎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我再剪一下下就好了 再修一下 再修一下就好了 有效有效 好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 喔 好可愛 好可愛 等一下再要去洗澡了 這邊都有頭髮 你好棒喔 好乖喔 剪完之後我身上全部都是頭髮 我現在很擔心Yuki會不會變成這樣小男生 我知道了 我來幫他綁髮袋 他這樣可以綁髮袋 可以可以可以 來 來 我綁一次給你們看 哇 這樣可以嗎 Yuki這樣 這樣 這樣又可愛嗎 那我們第一次幫寶貝剪頭髮大成功 耶 那不曉得愛講媽媽們 或者是爸爸們 你們都是自己幫寶貝剪頭髮 還是帶出去外面剪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然後不曉得我這顆頭有幾分呢 讓你們留言告訴我這顆頭幾分 我再決定我下次要不要幫Yuki剪 那我的影片也會持續有很多育兒日常 如果說你們想要看更多Yuki的話 一定要來我的Instagram 還會不時有愛育兒的精選團購喔 那我們就很快下支影片見吧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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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